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得方便 停得好实在 老外不再是妖怪 老外其实很可爱 几分传统和几分拨来 地球是个小存在 如今老外满世界 没有了老外 那才真奇怪 走进来的是老外 走出去的也是老外 现代人缤分拨开 一不小心就变成老外 走进来的是友情 走出去的也是期待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没有了老外 那才真奇怪 我打听到一个叫杰克 听说在口律品饭店打工 是个端盘子的 你这个猪脑子 只有中国人给外国人端盘子 还是外国人给中国人端盘子的 我也这么想 就是在国外挖下水道挣的钱 在咱们这买个饭馆也是处处有余啊 我倒有个好主意 明天你跟在林林后面 他肯定跟那个大鼻子爸爸接头 等他们接上暗号你就上 一网打尽 你真聪明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了 你好 你有孩子吗 你结婚了吗 你这什么话 好 客气话就不说了 咱们说说林林的事 咱俩好几年没见了 你越长越年轻了 你可是贵客 快快快 进屋里 我去买菜去 还炒什么菜 妹夫来了 还不请咱们俩到五星期宾馆去海错一顿 对不对 吃饭的事我们往后放 我们先说一说林林的事 你们为什么要打林林 我们什么时候要打林林了 你听谁说的 你们看 这是什么 我们打孩子 关你什么事 不不 当然有关系了 你瞧瞧这孩子 走路不小心 瞧瞧 怎么帅成这个样子 你说叫我对你父母怎么交代 你说什么 这是帅的 你连瞎子都骗不了 我说妹夫 咱刚见面你就说这些 亲人话还没说够 这多扫兴 你们惨无人道 卑鄙无耻 你连这些中国话都学会了 十几年前你玩了我妹子 我还没给你算账呢 你还闹得一耙你 对 新仇旧恨涌上青头 我打败你美国野心了 好小子 你东西出来了 你这话学了不少啊你 看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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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笨 我就不相信 中国的功夫 就不如你们外国的乱皮犬 来 来吧 来吧 过来 爸爸 抱着你 快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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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灵灵 我是你舅舅 当年潘东子咬活按三都没这么厉害 你真是家贼难防啊 快打我 里面情况好像不对 像是打起来了 快去看看 刚才进去的像个老外 你看清文 没错 笔子高高 不像咱们中国人 真的不行 赶快打110吧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手机没电了 用什么手机呀 派助手到这儿五分钟都不到 被严谨跑得快 去把小王叫来 快 他管咱们这一片 你 听听 他也厉害了 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我得去看看 发展下去啊 说不好会引起国际争端 至于吧 前两天 被国户古巴就因为个小孩 差点打起来 流氓 没有羞业 就散中国人的脸 你们等着 我要把你们告上法庭 你看看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就是啊 咱们啊 不能就这样就算完了 咱们上告 告什么告 咱们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咱告他 四创民宅 行凶打人 咱让他赔偿咱们的损失 来了 怎么了 这儿呢 就那家 那家 是 就是一个老外 老外 老外 老外在这打架 对啊 鼻子高高的 在里面打个大胸了 你去看看吧 真的啊 那孩子也给领走了 是吗 是吗 你听 他们又来了 不会吧 怎么会呢 我听他们老外老外的叫着 会不会带来几个帮手啊 咱们呢 先下手为墙 你把这点门 等他们来了以后啊 你把门打开 让他们站着进来 横着出去 走 走 走 我打你 小玩 是小玩 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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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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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这张脸 你看看 还有这脖子 都是他打的 你怎么把他打成这样 不是我 是那个老外 杰克 他打的 明明是你打的我 怎么又是杰克 刚才我们打你那一下 我们以为你是杰克 我怎么变成杰克了 怎么说你们打杰克 刚才我们那是正当防卫 刚才我们那是正当防卫 你们打我是正当防卫 走 去拜证座去 走 走 走 小玩 没事 别动 杰克 你这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二步 我起码走了一百步 我对付前面那个男的 那个女的在后面 就给了我一棒子 这是什么 这是酒精 给你消毒 忍着点 他们太不正大光明了 以后啊 这种事情多着呢 嗯 疼吗 嗯 忍着点啊 可惜我的另一只眼睛 没有受伤 把你的另一只眼睛 也开个口子 对我来说 也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那我就四只眼睛了 哎 玲玲呢 睡了 这孩子可能受了点惊吓 睡着以后我给他叫了叫 什么是叫了叫 这是中国的一种民间的 心理治疗方法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周莉 你能不能帮我叫一叫 啊 把左眼闭上 闭上 怎么样 好 叫了吧 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叫的 哥 我求求你了哥 哎呦 我的好妹妹 为了玲玲啊 我和你嫂子都快把命搭上了 你还要我怎么对她好啊 让我们把她供起来啊 哥 我求求你们对她好点啊 就是增加生活费也行啊 哎呦 好妹妹 别哭别哭啊 告诉她 我们要告 借开 妹妹 你哭 哭也没有用 我们明天就是法庭告她打人 告她打上门 告她把我们打成熊猫 对 要不是我和你嫂子练过几招 现在早到火葬场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为了打她 还被罚了一千多块钱呢 是我们殴打执法人员 哥 这件事情跟杰克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杰克不是执法人员 可是这个问题 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呀 扎她把婷婷领走 法庭界 喂 喂 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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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我能丢下我啊 你 你不能啊 不能 你 你 像当年 老板把你扔了 你跳了海 是我不顾生命危险 把你救上来的 我还是也陪伴着你 当时你对我说 说你永远要跟我朝朝暮暮 相依相伴 这些话 你都 都没忘了吗 啊 谁能想到 你现在变成这样 丁丁 我现在也想通了 我什么也不在乎了 你把玲玲 借过来一起住吧 什么 当玲玲 有个你这样吸毒的爸爸 我宁可让她成天挨打收骂 也不会让她靠近这个毒窝的 天天 我是毒蛇吗 文华 把毒戒了吧 当年你多么富有朝气 又有报复 又能力 你看看你 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别用这只口气跟我说话 戒毒戒毒 你戒给我看看 文华 文华 文华别这样 文华 文华 是 我这样活着 还不如死了痛快 佳媒 兔媒 ども了 你传票来了 玲玲的舅舅把杰克给加了 郑瓶果然到了这一步 杰克的万里长征 算是走进雪山草地里了 杰克呢 是不是又去找玲玲了 他这个爸爸 真是当得如罪如痴啊 告杰克犯遗弃罪 要求赔偿抚养费 赡养费 精神损失费 这下杰克的麻烦大了 我是第一起长达十一年的 涉外婚姻纠纷案 长 当儿子 当爸爸 上了法庭 我让他当孙子 您说什么 这个 说 记者同志 你看我这张脸 还有我这脖子 都是他们打的 他为什么打你 这还用问吗 解放前 美帝国主义 在我国横行霸道 他们元朝又跑到朝鲜 杀人放火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珍宝倒 反倒是粗绣 您就说说最近的事情吧 这都是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 这外国人没事跑到中国来 来乱打人 好 您继续说 不像话 你好 我是报社记者 我想采访一下 我还得做饭 快出去 出去 我出五十块钱 买段采访时间 那过来吧 我还得做饭呢 没那么多的时间 好好 我还没完呢 没说完 坐坐坐 坐坐 我的包 我的包 请问杰克什么时候来中国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说你怎么也没了 快走 十一年前 杰克就跟我妹妹 不甘不见 我是问这一次他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他们做了什么事 你们多讲详细一点 你好 我想请问 这不接受采访出去 那不是在采访吗 那个记者加入了十块钱 真的 那不成有偿新闻了吗 废话 不交钱 出去 那我也交我十块钱 让我想一想 好 您可以想 您尽管想 诶 诶 比如说 有没有别的女人呢 诶 我说那位快点啊 时间可是金钱啊 诶 诶 那边 再喝点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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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杰克 你说这杰克不在 我们还吃什么劲呢 诶 他不在 我们老板给他放假了 让他专门打官司 杰克这小孩真心啊 十一年前留下的风流寨 这阵子跟没事人是端盘子 真有点微服私房的味道 这杰克是不是暗地里 要找这个林林的妈妈呀 他要真是找啊 那还算有良心呢 诶 我说像杰克这种帅哥 艳遇不断 真便宜他了 你可是从早上一直吃到现在了 你得给别人让着位子了 我这不在找杰克吗 那你再点个菜 我肚子能盛得下呀 你以为我们这是茶馆啊 那好吧 我再点一个 番茄鸡蛋汤 十块 昨天才八块 我们店的价格是随着生意的好坏而浮动的 吃不吃啊 行行行 再归我也认了 服务员 在边上加两个位子 你们到那边去吧 好吗 好 周小姐 周小姐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 杰克到你们这个店打工以来啊 是不是和一些女人有那个那种关系啊 哪种关系啊 周小姐当然晓得我们问的是啥子嘛 你说的是那种关系 他跟他老婆有那种关系 搞到现在还没找到他老婆呢 接个什么时候回来呀 什么时候不知道 我们等着今天考量时间了 您好 你怎么让他走了 我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 让他出去散散心 你呀 多让他干点活 他才能把这事啊暂时给忘了 他不在的时候 我的生意特别好 你呀 都快成奸商了 我们要想办法 打赢这场官司 看他那两天的得意啊 让他吃吃苦也好 怎么样 心疼啦 去你的 实际上 我不是你爸爸对你吗 不 你是我爸爸 灵灵 你看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 在法庭上我不能说假话 你是不是不想当我爸爸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爸爸 他们告诉你是想要你的钱 你不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灵灵 你还小 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记者都知道你没有钱 是我告诉他们的 他们把这些都登到报纸上 人人都知道你没有钱的 这些都要跟他 去吧 我给你 说 你看那条大船 是这 你好 我是 贤教勤 在采访 我不是来采访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采访的 我是海城大学法律系的应届毕业生 现在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实习 哦 这是我的介绍信和学生证 你来有什么事儿 我想当你们的辩护律师 律师是干什么吃的 干什么吃的 我们要请一个大律师 对 要请就得请个大律师 那可收费不低 我会砍价 就是 我是免费的 免费 白干 你要知道 我是我们学校最好的学生 我之所以不收费 完全是因为这个案子的独特性 这次我已经查阅了 所有有关此案的法律条文 我十分有把握 帮助你们打赢这场官司 真的不要钱 绝对不收一分钱 因为我太需要这个案子了 那你应该给我们钱 杰克 根本就没在 咱们又白等几个小时了 你看看 真是 杰克 真是 杰克 根本就没在 杰克 失踪了 刘总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最近看报纸了吗 看了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啊 前两天 刚从法国来了一个美容师 他塑造的希腊鼻子就跟真的一样 现在那门厅弱势 我真想试试 我真想给你弄个狗鼻子 让你嗅觉灵敏一点 看见解渴了没有啊 看见了前两天不是坐飞去回国了吗 前两天 报上难道 你说的是哪 哪个杰克啊 就咱们那客户啊 我说你能不能聪明一点啊 我说的是考虑品饭店的杰克 他就在楼后的沙滩上坐着 他在那干什么呢 在那翅膀捏 你过去 把他接到咱们饭店的标尖 就说咱们免费为他提供食宿 你把电台电视台报社的都叫到咱们这儿来 你就说杰克在咱们这儿呢 对了 你把他们接到咱们新开业的西餐厅 我在那儿等待他们 刘总 要不咱们事大收点费 向谁收费啊 向电视台 要不咱就赔了 咱就赔了 电视台不像你 收费就不错了 你还敢向他们收费 亲爱的杰克 不雷斯 怎么样杰克 你真的不要我付钱吗 都是好朋友了 你患难的时候有了困难 我怎么能够要钱呢 那也太不倡议了 你做好事的时候 我总觉得那是坏事 别担心 咱们都是朋友了 我说杰克 先让我的女秘书陪你待一会儿 俗话说的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你说怎么样 别让他留下来 坐下 快 这边来 谢谢 记着 同志 我和杰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对他比较了解 我就想多说几句 那也行 不过那杰克 他换衣服起了 马上就来 行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好好 这边来 这边来一下 好好好 这边 这边 行了 行了 好 好 OK了 来 来 我叫刘欣 我是西海的 刘总 刘总 我们这个话筒指向性比较强 您直接说就行了 来 我叫刘欣 现在我们就在我们的西式餐厅 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 我们这个西式餐厅 可以同时容纳两百人就餐 请看好了 这边是中餐厅 那边是西餐厅 而我们这个西餐厅的厨师 都是经过外国平均的 所以 刘总 是这样的 后面这话也不用说了 咱们直接切入主题 我看就这样吧 我问 你答 行吗 我答 是吗 来 来 刘总 是这样的 据说杰克并不是林林的亲生父亲 就这一点你怎么看 我作为信号酒店的大老板 我是这么看的 我和杰克谈过几回 对了 我们这个西餐厅是面向大海 请这边看 这一眼望去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刘总 你走题了 走题了 你稍等一下 那边是棧桥 那边是海上黄 这边是小青岛 刘总 刘总 这边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我走题了 好好好 杰克对我们这个地方的服务是非常满意的 住到我们这个宾馆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前一阶段杰克的父亲就在我们这住了一段时间 你们看 这边是观光电梯 而那边就是霓虹灯 我们这边 这样 刘总 您认为杰克是灵灵的亲生父亲 我作为大酒店的老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你看我们这是四星期的标准 五星期的服务 六星期的享受 一星期的收费 刘总 刘总 什么 杰克不见了 他又进洗手间了 他说他这次去洗澡了 他说他浑身臭汗 没法接受采访 进了洗手间 不一直守在门口 我就听见里面水花花花花的流 我等了很久他都没有出来 我想这次一定不能让他溜走 不然怎么能对得起你刘总呢 你可真对得起我呀你 我就闭上眼睛冲了进去 我想进去他一定会大叫的 我就睁开眼睛一看 除了水花花的流 什么鬼影子都没有 你肯定跟他说了什么了你 没有 我就说一会电视台要来采访 这个西餐厅刚开业不久 让他配合 搞好宣传 搞好宣传 我的奶奶 奶奶 奶奶 电视台的 阿摩 你这个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的家伙 我早晚有一天糊在你手里头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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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答应 你这些银子都会有在帅争 并不一定会那些组本 你用力再弃 我会用力再弄 我用力再弄 你自己对你 我给你用力再弄 挣钱很不容易 在口吕品饭店 你勤奋好学 所以 我们大家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在你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看着不管呢 我是不是做了一件蠢事 不 你对一个中国孩子 轻重了那么多感情 我心里很感动 我们劝你 是怕你吃亏 中国的事情看起来简单 陷进去就复杂了 我是不是拒绝出庭 不 你一定要出庭 面对法律 我不能说假话 谁也没让你在法庭上说假话呀 可是不说假话 对玲玲 不是太残酷了吗 说真话 也许对玲玲更好 人们可以通过玲玲租你当爸爸 看到玲玲不幸的家庭处境 我们给你请了一位 全市最有名的律师 通过这场官司 让玲玲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你放心吧 好的 他是我爸爸 就是我爸爸 对呀 玲玲的爸爸 就是玲玲的爸爸 玲玲有个好爸爸 还说要带玲玲到国外去玩呢 多好啊 是不是 玲玲啊 千万别听人家瞎说 杰克不是你爸爸 杰克要是不是你爸爸 咱们的赡养费啊什么的你说 你说 玲玲 你不知道 你爸爸回来呀 我们高兴的 一夜都没合上眼呢 哎 要有个好爸爸 咱有个好家庭啊 对吧 没事 没事 咱们今天吃饭 没关系 你放心吧 啊 行的 你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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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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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法庭就捷克遗弃亲生女儿一案开庭 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请原告律师发言 请原告律师发言 对不起 请法庭允许我喝口水 可以 谢谢 谢谢 怎么还没说话呢 他就要求喝水 有点紧张 被告人杰克·詹姆斯 现年三十岁 美国洛杉矶人 一九九一年 他在中国骗取了 中国公民陈婷婷的信任和爱情 与其同居 并生下一个女儿后 对了 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我请求法庭允许我掠取孩子的姓名 被告生下那个女孩后 在其女儿未满月时 将其母女遗弃并回国 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给母女及其家庭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对不起 陈婷婷女士 因受不住此打击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离家出走 从此 抚养孩子的沉重负担 就落在了陈婷婷的母亲和哥哥 袁告人陈刚身上 一九九二年 陈刚的母亲去世 陈刚为了抚养孩子 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牺牲 因此 袁告人要求法庭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 对被告人的罪恶行刑 予以谴责和制裁 对不起 对不起 同时要求赔偿原告 抚养费 精神损失费六万美元 孩子的赡养费 教育费 应该是两万美元 完了 完了 谢谢 哪来这么一个慌里慌张的律师 听说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 来免惠服务来了 原告人还有什么补充和想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我说什么 你说你昨晚不在家都被好了 我也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 玲玲的父亲不愿万里来到中国 那天是他由玲玲带到我们家去的 一开始呢 我们热烈欢迎 对 可没说两句话 他就先动手打了我 对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一贯作风 什么人 你看 请不要涉及于本案无关的问题 下面请证人出庭作证 你能够证明杰克是玲玲的父亲吗 能 被告杰克半月前到学校给玲玲开家长会 当众称自己是玲玲的父亲 还有许多同学的家长都可以证明 请证人退下 下面请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发言 我的辩护发言很简单 我只想提醒原告人一个事实 根据杰克先生的辩护查证 1991年杰克先生根本就没来到中国 所以他和陈婷的女士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因此可以断定 杰克先生不可能是这孩子的父亲 我想请问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一本护照并不能代表什么 更不能说明什么 被告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护照 和另外一个名字 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如果他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 他为什么对这个孩子这样 为什么要自称是孩子的爸爸 而且 而且去给这个孩子开家长会 并且使用暴力 把这个孩子从监护人手中抢走 等等 被告人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对不起 尊敬的法官先生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请允许我打断这位先生的话 我请求法庭结束法庭调查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林林的爸爸 在事实面前你还想抵赖吗 我说的也是事实 我并不是林林的亲生父亲 我只是租给他当爸爸 不准喧哗 对不起 出租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是什么 是一间屋子 是一本书 还是海水浴场的游泳衣 还是游泳裤 杰克先生 我想请你注意 你是人 请记住 把人像商品一样出租出去 他真是不可思议的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杰克本来在我们口律品打工 他给林林当爸爸就是出租 未经允许 不准发言 这个律师胡言乱语 我要去庭长 把他请出法庭 请求故障 我说我 简直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 被告律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认为出租一词 是用词不当的问题 可以理解为雇佣 就像你我 被雇佣来当律师一样 不能以此为依据 就可以确定 杰克就是林林的爸爸 既然被告不是林林的爸爸 那么以此而发生的赔偿和一切费用 将不能成立 我说可以成立 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我 等等 快点 快点 要不就来不及了 快点 快点 我想请问杰克先生 刚才我方证人提供的证词 是不是事实啊 是的 那你是否亲口对林林说 你是林林的爸爸 是的 林林是否称你为爸爸 是 你既然承认以上的事实 那本案变得十分简单和清楚了 我完了 被告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我还有话说 面对庄严的法律 我不愿撒谎 可我的确不是林林的亲生父亲 但是如果法庭认定 我为林林的父亲的话 我愿意担负一切做父亲的责任 厅长 我要求为被告辩解 你是谁 我是 我是我的老伴 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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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林林的妈妈也出来了 到底是老伴还是老板 是老板 我也算这件事情的旁证吧 你说吧 原告之所以说被告是玲玲的父亲 她的目的是为了要一笔巨额的赔偿费 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公正的 不错 玲玲的父亲是个美国人 但在十几年前 她的父亲就抛弃了她的母亲 而她的母亲也不知道去向 剩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在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的情况下长大 学校开家长会 其他孩子的家长都去了 只有玲玲是孤玲玲的一个人 我我抗议 我们辛辛苦苦把玲玲带大的 她怎么是孤玲玲的一个人呢 对我也抗议 这个老伴连我都不认识 她有什么资格 就是她有什么资格 我没让你陈述 玲玲玲是在舅舅舅母家长大的 她的身上有伤痕 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吧 厅长 这是不是在暗示我的当事人 在虐待孩子啊 对 她功夫不好 我们就叫醒叫醒她 厅长 您听见了吧 教训 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碰到了杰克 杰克给了孩子以父亲般的呵护 因此玲玲叫杰克爸爸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难道就因为玲玲叫了杰克几声爸爸 法律上就认定 她是亲生父亲吗 请问玲玲是不是在任何场合下 都叫杰克是她爸爸 是的 这就对了 一个孩子出自本能的呼喊是最真实的 爸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一定要打听这个国际官司 不不 叔叔伯伯 我要发言 孩子怎么也进了法庭啊 法庆 把孩子带出去 不不 杰克他不是我爸爸 他不是我爸爸 他不是 你这个孩子 你 他 我 他是不是玲玲 是 玲玲 你还不到法定的作证玲玲啊 听着 我请求本庭听听玲玲的陈述 她也是本案的当事人 虽然她的话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但是对于澄清事实有一定的帮助 玲玲 你说吧 杰克不是我爸爸 是学校要开家长会 我把他拉到学校的 这 这 孩子的话能信吗 对 这个孩子经常说谎的 对 刚才你们还说 一个孩子出自内心的呼喊是最真实的 你 我 叔叔 伯伯 杰克 他不是我爸爸 但是我真想让他成为我的真爸爸 我想 我真想有个妈妈 有个爸爸 有一个家 有一次 我生病住院 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小胖子 其实 他的病一点都不严重 但他妈妈 爸爸 给他喂饭 给他擦身 给他洗脚 我想 如果 我有个妈妈 有个爸爸 我什么也不要求 只要求他们轻轻的 轻轻的抚摸我的脸 让我躺在他们的怀里 放我鼠头 我有了杰克大巴 我真的好高兴 就像和爸爸坐在大海边 看远处的帆船 看白云在天上飘 可是现在 我不想让他当我爸爸了 因为舅舅舅妈要他的钱 他没有钱 我也不想让他喂我 而付钱 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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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的妈妈 你是我妈妈 玲玲 我真的是你的妈妈 怎么又冒出个妈妈来 就是 你就是海灿上那个 你就是海灿上那个 对 我天天看着你 那你为什么不认我这个女儿呢 你为什么不认我这个女儿呢 对不起 玲玲 自从为你爸爸抛弃以后 我恨你 玲玲玲 玲玲 求你原谅妈妈好吗 妈妈整天都在想你 心在地心 妈妈整天整夜的都在想你 肝肠寸断 太行 太行刚开电影了 真是 亲子坚定 算了 不用看了 我猜都猜到了 杰克不是玲玲的父亲 妈妈 孩子 妈妈 祝一下 这个孩子太可爱了 不容易 不容易 你宣判一下吧 不行了 我早就说了 你这个姓氏干不了法官 不行了 我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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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 我想要和你一样 变成夜晚的太阳 大地上有我热爱的远方 迢迢大路永远那么明亮 玩家灯火 玩家灯火 照着暗里也照着老过 我祝我带来的迹象 到处都是你的好时光 玩家灯火 玩家灯火 拥抱你也拥抱着我 我祝我带来的安康 温暖就在你的身旁 尝试再轻轻的笑 点亮我心头的梦 我想要和你一样 变成夜晚的太阳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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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